11月23日 在验尸时不戴手套 甚至会倾肠尸体胃部残留物 分享灵异故事及奇案的YouTube频道迷上野 分享几宗相传是杨日松经历过的灵异事件 并从中获得破案灵感 为其工作增添不少神秘色彩 被誉为台湾福尔摩斯的杨日松 还有法医青天 人间判官的称号 虽然从事法医工作讲求科学办案 但有传他在业界数十年 曾遇到许多件科学无法解答的灵异事件 其中有被死者托梦 鬼拦车 半夜鬼敲门等 所以他在每年的中原节 都会率领法医史同事 烧香祈求神明保佑 保留对鬼神的敬畏之心 在杨日松84年的人生岁月中 有62年都限别了法医工作 参与超过三万件的遗体解剖 期间台湾重大刑案 也多由杨日松操刀解剖 比如江子翠案 锦口镇离子命案 白小燕私票案 丰元杨家灭门案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 这是用生命写下的一部法医传奇 2011年11月23日 凌晨35时6分 杨日松因大肠癌在国泰医院病逝 这一天同时也正巧是杨日松博士的生日 相受84岁 杨日松堪称台湾法医界权威 常年来提携后劲 不遗余力 但博名利 生病了也交代徒子徒孙 你们好好工作 不要来看我 杨日松 1927年出生于苗栗县公管乡福基村 家中排行第五 父亲是小学校长 1941年初中毕业后赴日本深造 光复后返台 进入台大医院专修科 就读比较少人接触的法医学 1948年 杨日松在当时台湾医界前辈度聪明引荐下 进入台湾省警务处 在法医师叶昭区门下实习 这也是杨日松一生最关键的历程 1949年台湾省警务处刑警总队成立 杨日松成为正式的法医师 1998年 杨日松正式从工作岗位上退休 一生检验过近三万具尸体 破案无数 或台当局颁发的特种领受警星勋章 此时他退而不休 仍常常到刑事局法医室报道 传承经验 直到2010年年间 离缓打长癌 他精彩的一生 常被与旅美见识专家李昌玉比较 被推崇为台湾福尔摩斯 杨日松喜爱提携后辈 桃李芬芳 却淡泊名利 非常反对写个人的回忆录 更不喜欢上电视出风头 就连到卧病他 也不让朋友知道 还交代徒子徒孙 你们好好工作 不要来看我 杨日松淡泊名利 反对写回忆录 但是台湾过去发生的重大刑案 几乎等于是他的回忆录 数十年来 参与了台湾岛内 大多数重大命案的第一现场探案 尸体不会说谎 我的工作 就是做个忠实的翻译架 不论什么情况 杨日松每次到刑事现场 几乎都不戴口罩和手套 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注重命案现场的气味 另一方面 用他自己的话说 做这种工作就不能怕臭 这也是对死者的尊重 警大校长后友谊评价过 解剖时 气体从死者身体里冒出来 就像瓦斯一样 很臭很臭 他还要一一解释 触摸 这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 然而还有常人更加不能接受的据周围人描述 他甚至会用手指沾死者口腔里的泡沫 或是胃里的残留污 放进嘴里尝尝是否有毒 不过到底有没有真的尝 杨日松助手表示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有他的幽默在里面 而杨日松本人 则自始至终没有澄清过 在江泽脆案之后 杨日松自称 正是因为与尸体的直接碰触 感染了尸毒 使得皮肤起氧无比 深入骨头 比蚊子叮咬还要氧上千倍 不过事件隔得太久远 真是病情已经无法考证了 杨日松办案生涯中 最为出名的一件 就是江泽脆命案 这是台湾首宗谋职陷阱案 也是使杨日松一战成名的案件 1977年9月9日 杀石厂工人陈永一 在台北线板桥江翠里 经新海里的大汉桥下 发现一塑料袋 开口处隐约露出一块肉 陈永一原本以为是带猪肉 走近翻开一看 吓傻了竟然是女子的尸体 尸体总共分了六到七块 由于尸体外表有明显的皱纹 警方大胆猜测死者年龄超过五十岁 但由此公布年龄寻找失踪人口 却一点进展都没有 并且当时没有DNA技术 想要辨识身份 必须要有非常高的专业技术 于是警方请来杨日松验尸 他只能靠解剖 把这些身体组织通通拿出来 重新拼凑 抽丝剥茧般地寻找有效线索 9月12日 刑事局特地召开了记者会 由杨日松亲自说明 杨日松断定 石块之所以出现皱纹 不是因为年龄大 而是因为曾经遭到过烹煮 此外 通过尸检 他提供了以下几项特征 供民重指认 呈杨日松所言 警方一一过滤失踪人口 最终确认 这是当时在求职过程中失踪的 24岁女会计员张明凤 警方紧接着 从张明凤的交往对象开始清查 却一无所获 之后从台北市列策监控的 侵犯前科犯名单中 筛查出可疑嫌犯林献坤 当时林献坤也是因为以招聘会计为由 诱骗其他的少女侵犯未遂 女子成功逃出并报了警 因此林献坤遭到台北地方法院判刑六年 在台北看守所服刑中 他入狱的时间点恰好在张明凤遇害之后 经过警方一番盘问 林献坤坦诚 他以求职为幌子 诱骗女子上当 当时张明凤去他的住所应征会计 不料被其强迫未遂并残遭杀害 每当重大命案发生 不仅警方 法官经常需要仰赖法医的专业解析 媒体也需要征询 引用法医看法作为报道内容 形式法医学的重要性可见一般 杨日松不论南北 只要家属对死因有意见都会亲力而为 神探杨法医之名不禁而走 深受民众与被害家属信赖 有些死者家属还指明要他验尸来主持功等 在当年法医人数屈指可数的台湾 法医人数不超过十位 杨日松除了提供科学专业的见解外 还会剖惠凶手特征协助办案 凭借他的过硬的断案技能 与极其敬业的专业素养 奠定了他在法医界的地位 成为提升台湾形式法医学 与形式见识学的重要推手 按照常理 作为法医应该极其注重事实真相 极其理性 然而杨日松却也有他的小迷信 每年中元节 他都会带着法医士上上下下 粘香膜拜 悼念死者 在他工作了几十年的解剖室中 堆满了瓶瓶罐罐 里面都是用福尔玛林浸泡的 罹难者残缺的身体组织 其中最特别的一罐 里面是一个人体组织 由于没有家属任理 一直放在解剖室 成为大家的同事 据杨日松本人说 破不了的案子 拜拜他就破了 很灵 曾经在淡水沙轮海水浴场 警方发现一具女性尸体 脸全被雨啃尸 腐烂肿胀的皮肤 根本辨识不出身份 初步鉴定只是单纯轻生 然而杨日松说 就在验完尸体的那天晚上 他做了一场梦 左四右想放心不下的他 决定二度验尸 这一验就验出了重大发现 女尸肺部有毒物反应 确定是他杀 也因此逆转办案方向 杨日松还有一个小迷信 就是日落后不谈验尸 2015年 台湾客家电视台以此为瘾 抬出题材特殊 且富有社会意义的 传记是警匪推理剧集落日 此剧采用改编手法 以杨日松一生的真实案件作为串接 如日本女大声案 台中灭门血案等等 回顾了另上一代台湾人记忆深刻的社会案件 引用一句话 真相才是唯一救赎 别让沉默成为帮凶 这或许也是杨日松终其一生的信仰 在那个小小的法医解剖室中 他为多少受害者洗刷冤屈 他从黑发一直忙到白发 即使退休 也仍担任台湾刑事部门的法医顾问 他推动成立了台湾法医学会 1998年 还推动台湾法务部门成立法医研究所 在发现自己罹患大肠癌后 他仍然坚持每周一到周三上午 到刑事部门指导工作人员 杨日松去世前嘱咐家人 不发复文 不办公计 身后是一切低调 那么至少在今天 在杨日松的祭日和生日 让我们知道 曾经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为法医事业奉献了他一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